但是我真的覺得很shock 是我記得應該也 我們之前見面也不到一個月吧 那時候他就是跟我聊到 哎呦加油 加油 什麼 OK 反正他每次見面就是充滿活力 然後都是滿滿的正能量 然後一直在鼓勵別人 關心別人 然後告訴別人很多很正向的話 所以我看到那個報導 我是覺得其實有時候反而越開心 在外面外表越開心越快樂的人 其實內心越有很多的事情 是他很壓抑的 其實我在祖父之殿的時候 我就看過艾成表演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 怎麼有人在祖父之殿戴墨鏡 然後載歌載舞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對這個人 就想說他有發過片 但沒有那麼熟悉 可是後來我們有機會在超偶合作 就是那時候有時候海選外景啊 然後跟那個 Live的一些主持 然後就會 阿良哥就會找我打艾成 所以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有滿多的接觸機會 然後從那第一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為了要當超偶嘛 然後他都只吃冬粉 然後我就記得他就只吃冬粉 然後就一直很克制他的身材 然後到後來就比較沒有聯繫 因為我後來就開始拍戲 然後我也知道他就跟北溪樂團 然後也開始拍新冰日記這樣子 可是我們近期 也都因為我們的信仰關係 有在見面 所以昨天聽到消息的時候是 很shock 就覺得真的不可能 因為我們也有我們的那個 就是我們信仰的群組 然後每個人都覺得不可能 那我就第一個打電話給道遠 道遠就說 他現在要先過去了解狀況 然後道遠就先過去了解狀況 他說反正有任何什麼需要再告訴我們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shock 是我記得應該也 我們之前見面也不到一個月吧 那時候他還跟我 就是跟我聊到 唉唷 加油 加油 什麼 OK 加油 反正他每次見面就是充滿活力 然後都是滿滿的正能量 然後一直在鼓勵別人 關心別人 然後告訴別人很多很正向的話 所以我看到那個報導 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候 反而越開心 在外面外表越開心越快樂的人 其實內心越有很多事情是他很壓抑的 所以我覺得 像現在可能酸民都覺得 反正講我 我只是單純文字發洩什麼的 但其實你的文字發洩 可能真的會徹底傷害到一個藝人 或者是害藝人 就是走上絕路之前有很多的 很多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 就是已經發生了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然後也覺得很難過 那當然我們現在大家都在幫彤彤 就是也希望彤彤可以快點好起來 我相信他心情現在一定也非常非常的難受 然後我覺得艾成其實也有點像諧星的角色 因為他在舞台上都是把自己的快樂一直給別人 只是他一直帶到私底下 所以他等於一切一切都結束之後回到家 可能才是真正他自己 那你知道嗎 當諧星把所有的快樂給大家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回到家確實是 都是空的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 找不到快樂了 永遠把快樂給別人了 所以請大家就是更珍惜 就是這些諧星或帶給你們歡笑的人 當然也多關心身邊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請真的酸民的謾罵可以停止的 就是多講一些好聽的話 我相信世界會更美好很多